那個像霧一樣的那個東西是叫什麼的 這個就是磚 哦 那個就是磚啊 邊上的這個就是磚 磚和磚就是三星堆最主要的兩類容器 現在我們看到有兩種工作平臺 一種是成這種凹子形 可以挪換位置 另一個呢是這邊這個是懸臂式的 戴陽老師 像這兩位考古工作者 他們要趴在這多長時間啊 趴好幾個小時嗎 要趴好幾個小時的 天啊 我們追尋著神話起源一直來到這裡 在三星堆的地下 還埋藏著哪些不可思議的歷史碎片呢 它能帶給我們新的文明線索嗎 這個金色的就是金 金氣 對 金黃色的這個黃金啊 黃金 而且真的可以看到它的那個工藝 看起來就非常薄 咱們不是三星堆 還有那個在青銅器上面 還有覆蓋了那個黃金的面具 黃金的面具 我們這次發掘就出去了三個 哇塞 它殘留給一些金 是嗎 一黃金 原來是這個意思 是 這上面看到的這個金黃色的 都是黃金的一些 螃蟹 螃蟹 應該是裝飾 就是有很多就圓形的小片片 中間有一個穿孔 可能原來是縫製在衣服上 或者其他的東西上的 它是精靈御衣那種 金線 色澤好美 這個坑是我們這次發掘最小的一個坑 但是也是黃金最多的 哦哦哦 那我想問 你們這次的挖掘裡面有發現 布還有一種絲的碎片嗎 我們這次發掘的一大收穫 就是發現了絲製品 絲製品在這幾個坑裡 就是發現了有很多樣品 但是就沒有保存下來 它完整的形態 我們只能檢測到一些痕跡 但是能夠證明當時確實是有絲綢的 而且重量還比較多 證明有絲綢 哦哦 對 完全沒問題 這也是第二次考古的一個重大拼錯 對 也是四川這邊 或者說整個新南地區 發現了最早的絲綢 太震撼了 我覺得可能進博物館是一種感覺 但是你清零這樣考古現場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在三清堆三至八號祭祀坑中 出土了大量絲綢殘留物 這些來自青銅器表面 及坑內灰燼的絲綢樣本 其編織痕跡在顯微鏡下 依然清晰可見 考古工作者同時檢測出了 蚕絲蛋白的存在 這是寂寂為止 屬地所發現的最早絲綢殘留 有什麼面具 面具 面具那個眼睛就凸出出來的 對 那應該是一個青銅的面具 已經露出半張臉了 這麼多青銅人 他們中有意嗎 那當老師像那個 你看那種故意更精湛的那個 有點像方方的那個 那個是什麼 這個是3V這邊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類器物 現在我們叫做神采 神采 下面一個方采 下面呢還有好幾個人 人還抬著一個小怪獸 抬著神獸 青銅人 似乎這些青銅人 在三星堆人心中有著某些神力 由於神采結構已發生斷裂 考古人員只能嘗試分階段 逐步提取神采被埋部分 六個月後 三星堆青銅神坦 終於向世人露出了自己的全貌 神坦整體分作三層 最頂部的小神獸造型奇特 更像是多種動物的混合體 中間層有13個銅人 合力支撐其頂層的神獸 最底層則是一個 露空的銅製平台 13個銅人形態各一 指甲 手腕關節等細節都精巧無比 充滿了神秘記憶 與想像力 我看看是個人嗎 是的 那個大怪獸的頭頂站了一個人 哦 那個人 站在那個神獸的上方 是 在側面這樣 他沒有手 他的手應該是斷掉了 原來應該是有手的 而且咱們現在其實這個 還沒有公布出來 因為現在還沒有提取 就是只能看到它的一個側面吧 它的完整的形態估計 還得等一段時間把它提取出來之後 才知道 而且這個神獸還是長著翅膀的 就肯定不是地上爬的了 應該是要表現的是天上飛的一種神獸 你上海中裡面有各種 很神奇的那種翅獸 對 確實很有想像力 就還有一個人 他站在神獸的頭頂 有可能寓意著 這隻會飛的獸帶它上天吧 腳踩神獸 一飛衝天 三星堆人似乎把自己對神的想像 都刻畫在了這些青銅人身上 帶領三星堆人 抗擊幹旱的神話神無異 很有可能就被刻畫成了青銅人像 那麼 哪個青銅人像會是異呢 我記得我跟劉老師見面的時候他提到 有可能在三星堆的時代正好進入了全球性的災變的時期 當時有某個人通過某種行為阻止了極干旱的天氣 我記得我跟劉老師見面的時候他提到 有可能在三星堆的時代正好進入了全球性的災變的時期 他們就記錄下來就是異射九日 阻止了太陽的繼續地去禍害人類 對 沒錯 那這個三星堆的異會是誰呢 那在古蜀國有人或者是他的族群吧 一起阻止了這個極干旱的天氣 那對於當時的人來講的話 一定是想去紀念他們的 因為這個人太神奇了 是吧 他能呼風喚雨 能夠阻止大乾旱的這樣的人 他們是神靈的一個顯現 所以 所以 這個青東大理人像是通高市日的 二名六二 他的手勢也是引人遐想最多的地方之一 因為他兩隻空空入野的大手 他會是義嗎 手裡會拿著弓嗎 第一種說法是象牙 哦 象啊 對 那個孔那麼大 對 第二種說法是御蟲 一隻手拿一隻 再一種說法就是沒拿東西 他就是一種姿勢 他在做法事 那您覺得他做這樣一個動作是祭司呢 還是一個國王呢 還是一個什麼樣的任務 他的身份是目前來說 猜測或者是討論比較多的話題之一 或者是很多學者寫論文 都是衝著他來的 有說他是祭司的 有說他是國王的 更主流的看法是 集 神 巫 王 三者身份 與一體的 這個最牛的一個領袖 哦 最牛的 哦 哦 這尊是網上特別火的 黃金面具的那個 對對對 就是這尊嗎 就是就是這尊 哦 出土的時候啊 那件黃金面具就像一張紙一樣 然後成一團粥粥粥的 哦 其實是像一團紙一樣 像一團紙一樣 後來經過這個我們文物修復人員的 慢慢地延展或是垂疊 把它展開以後 才發現是一件黃金製作的面具 當時就靜待了 因為在這個中國的核心地帶 中原地區啊 表達理智的 或者是變等級民尊備的話 應該是用玉器和青銅器來表達 對黃金幾乎是沒有什麼愛好的 嗯 唯獨在古書民所在地區 除了青銅和玉以外 還大量地使用了這種黃金製品 嗯 終於親眼看到了老師 這個是人的面具嗎 還是某種上古的神獸呢 這個按發掘者在發出報告裡面的歸類的話 它是歸於獸面具的 獸面具 對 整體的面貨來講 就是人獸或者是人神 和我一起的這樣一種面具 在三星對眾多的青銅面具裡面 顯得特別的奇特 非常的這個吸引眼球 何止吸引眼球 覺得他這個眼睛這麼突出 能代表著什麼千零眼耳 羅勢那種順風耳嗎 對對對 有這種說法 會不會是那個時候就有假看這樣的 或者是 就是他們還是藝術化的這麼追求 因為他們當時的審美 比如唐朝審美比較偏豐豐豐滿一些 而在我們的古屬國有可能 他們的美是以這種眼睛往上 並且眼睛有一點突出這樣為美 嗯 這種看法是有 但是因為沒有病理學的這種證據的話 我們不好說是這個是假看 哦 那那個時候的影鑄造工藝型這麼厲害 可以做這麼大 對對對 這是最為龐大的一件 瘦面具 通過這件題目 我們可以非常完整地 領略到古屬的那種極致的想像力 和藝術上的誇張 張力十足 但是我們更加主流的一種說法 它是我們古屬第一代國王蠶蟲的形象 蠶蟲 蠶蟲 對 哦 就是那個讓所有人種桑樹的那個蠶蟲 對 你白不知提到過他嗎 蠶蟲 其餘服 開國和茫然 至於他的眼睛為什麼會這樣的督出來 我們都知道我們在古代有一部書叫華陽國志 他在裡面提到 由蠶蟲 蠶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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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後裔來處理了 三星堆正在這個階段 相當於我們古書時期 蠶蟲時期 蠶蟲 對 蠶蟲 成英語 大小ain 長大小 above 一位古蜀英雄决心带着百姓去找寻一个更温暖宜居的地方 这个人就是蚕蚕 蚕蚕带着大家跋山涉水,翻山越岭 一路从名山走向了成都平原 贫旷的土地,丰富的食物 古蜀人留在了这里,并拥立蚕蚕为王 蚕蚕教会了大家,彩桑养蚕,骚丝织布 古蜀人从此过上了安逸的生命 大家以青藤造像来怀念祭祀双木外中如蟹的君王 所以这个蚕蚕可能就是当时带领大家抵御干旱天气 然后共同克服集团天气的那个君王了 那么蚕蚕有没有可能就是意义的原型呢 论阵两个传说人物是否是同一个人 可以从人物所处的地点、时间、行为三个角度入手 地点,蚕蚕来自古蜀国 义来源不祥,存在重合的可能性 时间 古蜀文明起源于四千年前 而义是桑黄武帝时期摇的布下 距今大约四千三百九十八年至四千两百八十年前 时间似乎也吻合 那还剩下最后一环 行为 那要看看他们到底都做了什么 如何证明蚕蚕和义是同一个人 我感觉他们还是有一些重合的地方 义它的出现代表着解决了钢寒这样的一个义 蚕蚕在史料中记载 可能也是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像旱灾那样的事情 然后它给人民带来的贡献就和义一样 就是像摄日一样就把那个旱灾给解决了 那怎么去解释蚕蚕在位数百年呢 残从似乎很接近一了 但史书记载他活了几百岁 那是为什么 下面进入增建时刻 这几天熬夜看资料都有点熬过了 得歇一歇了 但是谜团的线索就在我的眼前 我真的忍不住啊 嗨 待会还是先吃点东西 补充一下能量吧 这人啊 还是要调养 规律地作息 好好吃喝 开开心心 这样才会有一个好的身体状态 去应对那么多的难题 月亮湾古城墙 位于三星堆遗址中北部 城墙地面现存部分总长约650米 顶宽20米左右 传说中统领古属人几百年的残存 也许曾经就住在此处 我走进来就感觉好像回到几千年以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三千多年前的古城墙了吗 对这边呢就是三星堆古城的一段城墙 叫做月亮湾城墙 月亮湾城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已经是三星堆的各段城墙中保存最好的一段了 三星堆目前发现了有十几段城墙 现在我们所处的可以说是三星堆核心区 它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月亮湾城墙还不是它的外城墙 而是一道内城墙 可以打一个比喻相对来说就是 像故宫的一个工程的城墙一样 工程的城墙 对 内城墙 我们刚刚说到还有个三星堆也是城墙 那边呢现在正在进行考古发掘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发掘现场吧 太好了 太好了 走 就是城墙是在哪里 我们往那边看 我们看到远处有没有一个鼓起来的土堆 山包 对 三星堆之名 源自广汉三星村的三个小土堆 它们原本是古暑时期的夯土城墙一进 岁月魔力之下 三个土堆如今只剩下一个半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土堆 就是三星堆中的一个土堆 这也是三星堆遗址 这个名称的由来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三星堆的堆 对 从那边一直延伸 对 从那边一直延伸过来到这边 这个就是三星堆城墙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 其实是城墙的外边 就是壕沟或者说是类似护城河色的区域 因为其实从二几年就烟家院子开始就发现了三星堆 86年发现了一次 到现在后面这30多年 为什么就停下来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了说 在三星堆里面发现了非常神奇的 跟三海经有非常密切相关的一个神话的一个 一个不可以公式的 倒不 比UFO还厉害的一个 一个事情 您是不是在您和您的前辈的考古的过程里面 在三星堆发现了 可以通向神秘世界的一个隧道这样的是不是 所以才暂停了 是真的发生了是吧 不管您说您刚刚说的这种看法 我在网上也看到过 我也惊呆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的说法 哈哈哈 之所以很多人认为86年之后到现在 为什么就是没有更大的发现是吧 肯定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们普通人知道 你知道吗 那个蚕虫活了几百岁四五百岁吗 你们肯定在三十年里面发现了很多长寿的秘诀 比你刚刚说说的更重要 更伟大 更重要 更伟大 我们顺着祭祀坑找到了 祭祀坑所在的区域 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国家 而且还代表的是一个文明 我懂你的意思了 就是三十年的时间里面 你们发现了这样一个叫祭祀堆这样的一个遗迹 慢慢发现的是整个神话的城市 有城墙 有铸造 有那个祭祀 有文明 同时他们会通灵吗 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人都可以活几百岁 你这个秘密已经记录下来了吗 在一些传说的文献中 就是有残从 渔府等等 孤属王 他们就是每个人活了有几百岁 当然 他父亲专需活了一千六百岁 对 这种说法肯定是 靠不住的 作为一个人肯定不可能活几百岁 所以代表的可能是一个不足 一个王朝 或者说是一个国家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我们要探究蚕虫是不是异 我们可不可以再重新推论一下 有可能蚕虫本身 可能是一个朝代 是很多人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很多专家也指出了这一点 就像四川这边的故事传说 从蚕虫到渔府 白贯 杜宇开明一共有五世 说这五个人 每个人都活了几百岁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肯定不可能了 但是如果把它理解为一个王朝的名称 还是很有可能的 每一个王朝 它就存在了一定的时间 正好也可以通过考古发现 证实这一点 在网上追溯到四千多年前 往下一直到秦朝 四川这边 一直有人类活动 我们已经完整地发现了有两千多年 连续不断的一个文明发展的体系 在经过这几十年的发掘 被我们也发现了 赛星堆是一座三千多年前的古城 古城的面积是3.6平方千米 这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比商朝前期的都城是差不多的 就是丝毫不幸于黄河流域的商为名 同时今是整个长江流域最大的一个城 或许残存就是一个朝代 那个带领着族群走出困境的英雄 或许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充满勇气智慧 还有想象力的群体 即神、孤、王与一起的最牛的一个名秀 他是我们古蜀的一代国王 古蜀人把战胜困难的经历 浓缩成英雄救世的神话 以此向后世传送着先人的不屈与浪漫 每一个神话人物的背后 也许都埋藏着一段热血澎湃的古老记忆 从这个角度来讲 残存到底是不是义 这个问题的答案兴许已经不再重要 残存也好 义也好 他们所真正代表的 都是那些不写神话的文明先行者们 而这就是我们的祖先 像刚刚戴阳老师你刚刚说就是经历了八年的考古的学习和工作 你个人相信有神话吗 神话当然是有的 因为神话是更关存在的 有些故事我觉得它是有真实的要素 但有原型的 只不过之后被放大了 被放大 被夸张 甚至有的是被修饰 被改造 但是有原型 我也是认同的 你起码在让我这次的考古学习之旅里面 心里有一种温暖感觉 是 我们的专家也是相信我们这些所有神话是有 衣存点的有原型的 谢谢 我们在专的是眼睛是比较抽象的 特别那个比嘎索 古蜀国文明就是一个字 浪漫 太浪漫 然后太神奇夸张 目前为止全世界最为高大的一件青红器 这边就是现在正在发掘的8号坑 哇 哇 青红器 太了不起了 象牙全是象牙吗 哇 太精明了 我们顺着祭祀坑找到了 祭祀坑所在的区域 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国家 而且还代表的是一个文明 这次旅程之前 我觉得三星堆充满了神秘感 但却从未认真地思考过这种神秘感 自由 浪漫 幻想的基因一直传承到了今天 我相信它会一直闪耀在 历史的场合里